接下来我们做这个 这个在英文叫做 Inclined Bench 倾斜的臥腿 这个最重要的是要调这个的位置 因为假如你太下面的话 你用太多肩膀 可是你太上面的话 你太上面的话 你又多不太出去 所以你要找到一个很合适的位置 最好就是 可以在稍微我的拧 前面一点点的这个位置 然后我就可以很轻松的把它推起来 放到真的没有力气的时候 我也可以很安全的把它夹 再高一点 做这个时候背一定要夹紧 你的肩膀一定要往后夹 然后紧紧的靠在这个小板凳的上面 让你的身体有一个支撑 然后就要稍稍攻起你的腰 我们拿个5公斤来暖身 我觉得我可以做10 我们试试看10 刚才我做了差不多6下 我觉得我还可以继续做 可是我在暖身嘛 所以我觉得10应该是可以 刚刚好做完5下 刚刚好的一个重量 这是10 20 20 20 30 40 40 我常常算不明白这些东西 因为我刚开始接触的重量是用棒 棒数 后来从棒要调到公斤 就划了我好长时间去换算 然后现在还是算不太明白这些东西 反正只要自己身体知道 你该做什么重量就好 就千万不要 在健身房你举的是铁 不是自尊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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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做完第一组能感受到 我每一次下来的时候 胸肌的那个拉扯 所以真的我觉得 健身这个东西就是要 不会再坚持 加油 加油 自己摸头 自己胖子 来吧 ぜ 谁 好 哪一下吸气哪一下吐气 哪一下吐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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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记得这个 做任何运动的时候 就是哪一下吐气 比如说我现在做这个 他在往下掉的时候肯定是简单的 因为地吸引力在把它往下掉 对不对 男是你要反着地吸引力把它推的那一下 这是男的那一下 对不对 健身的行程表 是我自己打给自己的 我们还剩下好多东西 我们现在还剩下了一个 两个三个四个运动 四个运动 现在我们要做的是肩膀 这个叫做military threat 这个主要在强调的部位 就是你中间的肩跟你前面的肩这个地方 然后我们要做到的事情 就是我们不要让身体去用动势去带它 所以身体一定要保持是一个很稳定的状态 我们不想要拿腿去往上这样推 要稳定 然后做到你能做的范围就好 我们先从小一点的重量开始做 因为毕竟肩膀不是一个很大的基础 你不会想要肩膀受伤 所以在做之前我们可以好好的转一转 拉一拉 然后肩膀活动 我现在让他知道 他要开始工作 好棒 好棒 你看 嘴巴 好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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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の船囧 一辈子 我们完成了 刚刚好就做完我们这次回归健身房的运动了 我其实心里面还是挺开心的自己能够回归这个兴趣 然后我接下来要在我拍这段戏的日子里面 抽出更多时间好好的回归健身房 然后希望给自己也给大家带来一个更好的日子 那我们下次再见吧